近期啊,近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收看这个极其基础系列 我觉得对于化妆小白来说 你首先你要挑选呢 你先选它的颜色,棕色 作为一个入门的颜色 因为,怎么说呢 如果你不想你的妆容啊,太突兀 让你的妆容自然感强一些 你就选择棕色 然后,不晕那当然是基础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身为一款眼线鼻音镜的职责这个事 如果它连这个都做不到,你就不要买它 我真觉得 所以它根本就不能算是什么要求 OK,给大家放大哦 我今天示范用的眼 用的那个,就是用的是带颗的 它是一种这种源头的啊 然后呢,你可以就是拿另外一支这种笔 压住这个 压开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眼皮 当然这个是更方便一点 特别是你已经在画了 你已经画了这个眼影的基础上 就比较,最好是拿这种外物 拿这种东西,开始这样子挤压比较好 如果你就是没有画眼影啊 还不会画,或者说怎么样 你想用手,OK也没有问题 你就拿中指或者说无名指轻轻的 把眼皮这样压起来 压起来 压起来,分三段哦 分三段这样压 首先呢,OK 这样子压起来 开始画 你要画,画 如果不你画外眼线的话 很容易里面有层白的 所以就不太自然 你就这样子压下来的时候啊 睫毛的底部 睫毛的根部先画起来 这样子画起来 不要马上眨眼啊 就是你稍微停个零点几秒 OK 这个再画起来 你看哦 其实啊 它真的离眼珠的那个地方啊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你只要画 不要画得太里面 没有问题的 而且你无法画到太里面 因为你的眼皮也是比较敏感的 不会让你画这么里面 会难受 所以你只需要画到 一定的 就可以了 好,我们继续 前方这样子 前方可以这样顺向的画了哦 当然逆向顺向都行了 从眼尾到眼角这样子画 到了眼尾这里哦 轻轻的往后拉一点点 你不需要这样翘起来 或怎么样 那种你到中继以后 你再慢慢开始弄啊 你就先这样子往下一点点 好了 然后头上呢 不要画得太过 因为你是用棕色不是用黑色 所以说恭喜你 你就算你稍微画了多一点点 不会太明显 然后再我们再复习一遍哦 你用手 先把眼睛分三段画哦 把眼睛分成三段画 用手先按压起来一点点 然后画睫毛的根部 然后稍微会往里画 不要担心 往里画不要担心 你这样子稍微停个几秒 一会儿不要急着眨眼 停一下停个零点几秒 好 OK 在中间 从眼尾往 眼尾往 中间画 好 加油 从眼尾往中间画 然后在这里 这样子 然后眼尾稍稍加长一点点 不要太多哦 一点点 一点点 OK 这就是很基础的一个眼线 甚至很多 可能很多职能都根本看不出你化妆 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的手 一抖啊 画歪了 或者怎么样啊 你就拿棉棒这么轻轻擦掉 轻轻擦掉 这样子一个非常基础的眼线就完成了